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龙啊 今天呢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榴莲蜜啊 就是短梦间 短梦间的话 叶子是长这样的啊 比较妥妥肠间的那种 毛的话是有一点而已 不是特别多的那种 啊 目前的话已经挂过 已经吃过果 啊 它的产量的话 目前看的话 这边当时摘了一个 大概有四五个这样 目前树还小 所以它长得就是牛田 它的果的话不是特别大 都是妥藏型的那种 妥藏型的那种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比较大一点的果 就是就明白 啊 这边是比较大一点 它也是比较妥藏型的 大概也就五六斤 七八斤 这样不是很大 啊 切齿拿来皮很容易拨 像我们啊 网上看的一拨一提起来啊 大家应该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啊 等一下后面我可能会拍一下那个果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摘了一个比较熟一点 就是他比很容易拨 一提起来 真的是他挂在那里 里面他那个心确实是 这是梦见 啊 我们这边种的大概有二十多颗这样啊 种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榴莲蜜的话 大家应该也知道他 纤维纤维可能比较多一点 就是他的右 纤维比较多 所以藏起来也可能有一些不太习惯 如果喜欢榴莲的味的可能他就比较喜欢 啊 这边呢 就是比较大一点 他这个果 大家看到没有 他最多也就是这么大了 就是上面这个 就像这个这么大最多 他基本上也是这样比较长一点 比我们手机三个手机这么长 啊 三个手机这么长 你比一下你手机两个手机半或者三个手机这样 你比一下应该大概明白 嗯的话大概也不是太长 应该也知道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个榴莲蜜 啊 这两个啊 挂在地上 挂在地上的话就是 所以你们定杆的时候要定高一点 要不然他会拖在地上 拖在地上的话那虫啊什么就比较多一点啊 这边大家看到这边这个就比较熟一点 那个锈 那个皮的颜色比较有点锈的 锈色的那种 就是刚才他敲了那个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比较熟 我们已经摘了啊 等下开给大家看一下 啊还是 甜度还是可以的 有二十一左右 跟龙眼差不多 还有甜度 啊 你摇起来水分也是蛮多的 所以他是丝包的 大家应该要明白这一点 再有他就是纤维比较多 能有些嚼不动 厌不下去 可能就是这个 我比较吐槽一点 就是他的纤维太多 可能比较多一点 有时候有一些肉啊 有些包啊 你吃起来就会厌不下去 这两排都是种了的是榴莲面啊 大家看一下 树型也是蛮好的 现在应该有 有三有四年还是五年的 我们去年也结果 但是去年没没做过 没有成功 今年的话就成功了 有好几棵树已经挂鼓 都比较成功了 啊 其实前段时间有人问他有 可不可以种榴莲面啊 其实我们茂名地区 啊 化粥是可以的 但高粥应该也也可以了吧 性仪可能还要看情况吧 因为那他那边可能会 偏冷一到两度比我们这边 反正茂名地区可以试一下 但是不建议大规模种 你你自己种来吃 用种一两颗还是可以的 要大家看到吗 基本上都是开天窗 让他分支往上涨 当时我们这边定杆太矮 大家如果以后你定杆的时候定要定高一点 因为太矮了 它会拖在这个地上 啊 一定要分支开天窗 让里面透空一点 让他是向外长 以后就是向外一些枝条挂鼓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金盘机里面都是比较空一点 起码我们种果树也要这样开天窗 空一点 这个的话就是刚才那个果 刚才我们摘那个袖色那个已经摘了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他里面的鲜切是这样 他的皮很容易剥的 提起来也 也很那个 大家看到 他就是可以提起来那种 他的包也是蛮 用也是蛮多 蛮大的 他的心的话 感觉就是这样了 基本就是这样了 他用